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张炳贵当年是全国劳动模范 抓糖一抓准 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 你说几斤几两给你一抓 准是这个分量 当然包括我们这个相声行业 也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对于自己的艺术 要认真 要严谨 要下功夫 特别是在天津说相声 不是网上有这么一段子吗 说这个相声演员在台上背爆菜名 几百道菜四波碳流 背完之后天津观众也不乐 也不鼓掌 战旗带来 你扫背俩菜 当然这个其实是段子 为什么是段子呢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爆菜名 少背俩菜不是毛病 关键背完了以后 四脖子汗流这是个缺点 其实要说我们这个相声行业 最有工匠精神的 是我们一位中年的相声演员 叫方清平 都熟悉吧 为什么说他有工匠精神呢 大伙都知道他叫冷面笑匠 自己在台上冷面从来不乐 但是他这个风格一开始 大伙不承认 所以他一开始演出的时候 他是冷面 观众也是冷面 但是他有工匠精神 自己下功夫 按下决心 下什么决心 就是我演出 只要有一次 有一个包袱 观众没乐 我自己揪下一根头发来 经过千百次的实践 观众终于认可了方清平 但是他这头发 也就得一根都没有了 当然这个是一个玩笑了 他那头发不是这么掉的 我们相声界要说 最有工匠精神的 其实应该说 我们今天要请上的这位嘉宾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金魂相声的代表人物 马氏相声的传人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马志明老师 有请 欢迎马志明先生 欢迎 欢迎马老 您看您这一来 我们集体起立了 还能坐下吧 马先生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 是关于工匠精神的一个话题 您在2007年的时候 就出版过一本提到 类似于工匠精神 这样的一种概念的一本书 叫《孝匠杂集》 您为什么把您这本书 起名叫《孝匠杂集》呢 有时候人家就往家学相声来 我再一句一句教 这个岁数大了 这个体质也不太强 出一本书 就是我演出过的 也有相声 也有快板 为什么要写这孝匠杂集 那本你做家具 你是木匠 你打刀我剪子 那是铁匠 我研究的是相声 把这东西鼓就好了 人家说还不错 打倒自己的心满意足了 相声匠 所以呢 叫《孝匠杂集》 你是做什么的 就把你这个行业做到极致 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 工匠精神 人家人们按照이 人家所有 Tipps 帮助到我 哦 帮助到 我尽力我